小美琴拿起越南特色美食 立刻放進嘴裡咬一口 滿滿一桌春捲炒麵炒河粉 讓人看了口水直流 旁邊還有新住民老闆娘忙著介紹 原來是小美琴扶選立委賴品渝 跟新住民姐妹面對面 我媽媽當年也是從國外嫁到台灣來的 那早年台灣沒有那麼多的外籍配偶 當時還蠻孤單的 我們來自各地的新住民 已經成為臺灣社會非常重要的組成 如果可以當選不同的話 我也算是第一位新住民的小孩 談到媽媽也是遠家他鄉來臺灣 小美琴有感而發 承諾有機會當選 絕對祭出更多政策照顧新住民 只是美食當前 小美琴卻意外掀起食物戰爭 那阿二美琴姐 你會想想想 你火鍋加芋頭嗎 可以啊 有些人害怕的香菜跟火鍋芋頭 小美琴通通都OK 扶選小雞不只跟民眾拔乾淨 行程更是馬不停蹄 小美琴週四從美國返臺之後 先扶選前助理許淑華 倒被稱為小小美琴的謝沛芬 隔天持續鎖定雙北激戰選區 拉臺賴品渝 接下來十二月三號禮拜天 因賴蕭大合體造勢之後 小美琴還會全臺跑透透 推薦一下我們美德沛也需要所有的鄉親朋友 還有我們的新住民姊妹們 然後大家來給我們更多的支持 畢竟主持賴清德還有副總統身份 得兼顧公務行程 蕭美琴分境合集當分身 從此遇時間都能緊密合作互補 畢竟最後倒數階段 賴蕭沛沒有鬆懈本錢 三日黃晨波 周樹君 安靜小組 台北報導